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间过了已经 我上次讲 我上次定义了一个RN当中一个结合 一什么叫道路连通的 我们是这样定义的 一个结合一什么叫道路连通的 我们说这样 如果在这个结合里头 随便去两个点 点PQ 在这个结合里随便去两个点 那么我总可以找到 一条完全落在这个结合里头的一条连续曲线 曲线曲线我们再来挤 挤成Phi T 那这个它的分量呢 X1T 一直到XNT 这里T呢 你可以在一个B曲线上 在那变动 那么而且呢 Fi 参数T等于A的时候 它取的点呢 就是这个P 就表示它是通过P这一点的 参数B 它对应的点呢 就是Q 而这条曲线呢 是完全落在 这个Fi T 作为一个限量呢 是完全落在这个E里头的 就完全落在这个E里头的一条连续曲线 这里每一个行数都是连续行数 当然AB上的连续行数 如果有这样一条连续曲线 可以连接PQ的话 就是任何两点 总有这样的连续曲线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结合呢 叫做导路连通的 对吧 这上次定义是这样 上次我们最后有一个定义 还没来得接正呢 就是这样 今天我来正这个定义啊 是不是没有黑板叉 黑板叉哪儿去 黑板叉有吗 一个黑板叉没看见 一个黑板叉 它把黑板叉洗了 没拿出来 洗了黑板叉没拿出来 在这 这找不到 我正面一个这样的定义啊 RN当中的道路连通界 一定日连通界 上次我们就用了这个定义 但是没了 再证明 我们来证明一下 我们讲的 我们讲的意思是道路连通的 道路连通 那就是有这样的性质了 我们要去证明 一直连通的 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了 要证明一直连通的 按照我们的定义是这样 什么叫连通的呢 对于一来说 我做任何一个分解 所谓分解就是指 E可以形成两个结合 这两个结合呢 都不是空的 都不是空的 另外呢 这两个结合是不相交的 这叫做一个分解嘛 对吧 如果对它任何一个分解 这两个结合 A一片B A一片和B 跟AB一片 这两个结合 总有一个是 这两个词字 总有一个成列 至少有一个成列 两个词字 总有一个成列 至少有一个成列 那么如果做到这样的 我们就说这个就是连通的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做这样的事情 我随便做个分解 随便做个分解 那么我们来证明 这两个词字 总有一个要成列 所以它是连通的 我们来这样做 就完全 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东西了 完全按定义来做 好 现在因为这两个都是不空的 这两个就总是不空的了 所以我这里一定可以取一点 总可以取一点 P 在A里头取一点 另外取一点Q 在B里头取 因为这是不空的 总能取到一点 取到一点以后 那么因为它是道路连通的 所以对这任何两点来说 我总有这样一条曲线 连续曲线 Phi T 完全落在E里头 而使得这个曲线 T是在AB当中变动 而且Phi A 就等于P Phi B 就等于Q 这个完全落在E里头 好 既然这些点完全落在E里头 那么E有分件这两部分 所以一定有一部分点落在这里头 有一部分点落在这里头 一定是这样的了 因为它分成这两部分 所以我把落在这里头点 我们来看看 这样一样 这个点落在里头取决这个参数T 这个点随着T在变 T在这里头变 这个点在变动 产生一点曲线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看 对这样一些T 怎么样一些T呢 使得它Fhi T对应的点 这里头的T 对应的点 是落在A里头的 那么这样一种T的全体 它构成一个结合了 对不对 怎么样一些T呢 使得对应的Fhi T这个点 是落在A里头 落在这里头 那么这个结合 比如说我叫做F吧 那么这个结合 就是AB的一个直结合了 AB的一部分 AB里头一些点 它对应的Fhi 是落在这个结合A里头 同样呢 它还有些T 它对应的Fhi T呢 落在B里头 那么这样一些T的全体呢 我叫做G好了 对吧 对吧 叫做G 那么这样一样呢 就等于说 把这AB这个区间啊 分解成这两个结合 都并了 对不对 你看 这AB这个区间 分解成F和G都并了 为什么呢 因为 你首先呢 你每 这个两个结合 每一个都是不空的 对吧 这两个结合都 为什么呢 因为 T等于A的时候 这个等于P 而P是在A里头的 所以 这个里头至少有一点A吧 这个里头至少有一点B吧 所以这两个结合是不空的 另外呢 这里头每一个数啊 总是在里头或者里头 因为它对应的点落在 总是落在A或者落在B里头嘛 对吧 而且呢 这两个结合是 这两个结合是不空的 对吧 第一 这两个结合是不空的 第二呢 这两个结合是不相交的 没有公共点啊 对吧 因为 要么落在A里头 要么 因为这两个结合是不相交的嘛 不可能有一个定义 既在A里头又在B里头 这是做没有的 因为它本来就不相交的 所以呢 这样一来 就等于把AB区间 做了一个分割了 对吧 做了一个分割了 但是我们前面证明过一个定理 区间是个连通界 对吧 所以我们要用到前面的姿色了 区间是个连通界 因此呢 对这种分割呢 这两个设置里头 F一撇 跟G 不空 或者 F G一撇不空 这两个设置之间总有一个成列 因为它是连通的嘛 对吧 连通的任何一个分割 这两个设置必定有一个成列了 你随便 假定这个成列吧 我们看看 假定这个成列好了 这个成列就什么意思呢 那就说 一定有点C 这个就是输了 AB出间分了 一定有点C 它G属于F一撇 这个C又属于G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了 不空的吧 至少有一点是这样的了 C属于G什么意思呢 C属于G 这个数属于G 表示它对应的点是属于B 也就是说 C属于G 我可以推出来 它所对应的 发现C这一点 是属于B的 对吧 G的意思就是这样吧 对应的点属于B的 另外 C属于F一撇 是什么意思 F一撇是它的导节了 对吧 它的导节嘛 它是凝聚点嘛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一定在F里头 存在TK 属于F 使得呢 TK的解线 K属于无穷的时候 等于C 因为它导节嘛 也就是它的凝聚点 一定里头有一点点 它为解线嘛 好 实际上TK 其实TK是哪 TK是F里头点 F里头点什么意思 它对应的 发现体属于A的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它对应的 F TK 是属于A的 F里头点嘛 它是属于A的嘛 好 现在我们开始 利用它的连续性了 因为我们说连续曲线了 由于TK的解线是C 所以 这个是个连续函数的 每个分量都是连续的了 那么曲线就是 它每个分量曲线了 所以Limit Fhi TK K区无穷的时候 这个解线 就等于Fhi C了 对吧 每个分量曲解线嘛 因为它是 这就利用它的连续性了 TK区C 它的函数值解线就是它 因为每个分量曲就是这样 而 这个每个点 属于A的 对吧 这个每个点属于A的 那么这个呢 Fhi C A就是这些点的凝聚点了 它的解线是它 这个解线是不是它的凝聚点 是A的凝聚点了 所以这个点 是属于A一片的 对不对 这里头每个点都是A的 而这个呢 又是它的解线 所以这个点就是A的凝聚点了 A的凝聚就属于A一片了 那就是说 现在一方面Fhi C 是属于B的 一方面Fhi C 就是属于A一片的 那就表示A一片跟B 是不空的了 我至少找到这样一个点 它是属于这两者 既属于它又属于它 也就是说 我至少做错了这样一件事情 A一片B 这个是不空的 对不对 那至少有一个不空的 如果你假定这个陈列的话 那一定对应的就是这个陈列了 所以这样我就证明它 任何一种分解 随便一种分解 这两者确实总有一个陈列的 为什么会导致这个形式 就是利用了区间的连通性 所以这样我们就证明了 这个结合确实是连通的 所以道路连通 确实是连通 那像这样种证明 倒不算难的 因为它这个思想是很直接的 就是一步步 你必须这样做了 你除了这样做 你没别的做法了 对吧 它要证明连通就是这样 那么它这个时候 由于你这个 整个E落在 整个这个曲线落在E里头 一定一部分在你 一部分B里头 那么自然就把AB 分成两部分了 然后从它的连通 你稍微算算 就马上推出 这两种有一个 好 那么上次我们已经利用了 这个结果了 有了这个性质 证明一些结合的连通 比较方便了 不要直接从这个定义出 而是去证明它的连通 当然你说这个结合不连通 证明这个结合 如果这个结合不是道路连通的 那你就不能说它不连通 就我下面要说 连通的结合 它的可一直不道路连通的 稍微强一点这个性质 那么对大部分情况来说 我大家做过 做这个系题 不知道我回去做了 做了没有 就是说对开架来说 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 对开架来说这两个东西 所以对搬的区域来说 道路连通跟连通是一样的 好 我们再来讲一个例子 书上最后一个例子 就是说球一定是道路连通的 书上一个例子 最后一个例子 在九色面上面 九色面 RN九色面的RN当中 K球一定是个区域 我们看这个例子 当然这个都是很简单的了 证明这个BRA 这是RN当中的一个球的 以A为中心 R为中心 不是这个球 证明这个球呢 是连通的 那么从这关上看 当然是对的了 当然是连通的了 那现在从道路连通的角度来做 也就是说 你这里水面这个球 以A为半径 以A为球形R为半径 这样一个球 那么你证明它是连通的怎么做呢 要证明它连通的话 你就要风筝两步 这讲起来很啰嗦了 证明它道路连通的 你随便取两点 对吧 PQ随便取两点 随便取两点 那你证明 这条直线 这个线段 连接起来线段 完全都在球里好了 当然我们不能转观来看 你看它当然在里头了 因为这是个脱节嘛 对吧 脱的节嘛 那么现在我们直接来证明一下 这个连线是在这里头的 这个连线数 确实实在表达就是这样了 8T 这个就等于1-T P加上TQ 上次我已经说过了 对吧 那么T在领域区间里头变动 T等于0的时候 它就是P 对吧 T等于0的时候 这不就是P吗 T等于1的时候 它就是Q 那么这就是连接PQ的 一个线段 那么我们证明 这个线段 是完全都在球里头的 那么这个当然 很容易证明的事情 证明这个点 都在里头 那你就算一下 这个好了 PhiT 减去A 我证明这个小于R 好了 对吧 证明它落在球里 就证明它只差 小于R A为中心 这就是一定在里头了 那么你把PhiT带进去 PhiT就是 这个东西了 就是1-T P 加上TQ 这是PhiT A呢 你当然也可以把 1-T A 加上TL 这不就是A吗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这样的 负T也正T也小就A 然后你这样一下就可以看出 这就是 1-T 1-T 这是P减确 P减确 P减确 加上T Q减确 是吧 Q减确 然后呢 这个就小于等于 对吧 这个两个向量了 然后小于等于 1-T 1-T 然后这是P减A 加上T Q减A 那么P减A小于R的 因为P在这个球里头 Q减A也是小于R的 所以这两个多小于R 8R拿出 1-T加上1 这是小于R的 所以这样的这个点确实是在A为中心 以R为半角的球里头 所以这个就这样证明道路连通比较简单 对吧 道路连通 所以这个呢 所以一般对一个拖的结来说 拖的结 前面我们讲过什么叫拖结 对吧 前面讲过这个什么叫拖结 拖结就是说里面随便给两点 它连的线都在这里头 叫拖结 所以拖结一定是连通的 对不对 拖结你随便给两点 那么就一定要连 连掉线当然是连去曲线了 连去曲线完全都在这里头 这一定是道路连通的 道路连通一定是连通的 就这个定理 反过来我们说 反过来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就连通的话 未必是道路连通的 那么如果它是开结的话 这是一样的 那么一般来说 它不是开结的话 这件事情是不一定对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布置了一个写题 但这写题比较难了 大家看一下书上的90面 问题是3.5 这个是我爸说 我不来做 我爸在思想讲一下 问题是3.5 大家看第一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就是说 如果一是个连通结 要你证明一的臂包也是连通结 这件事情不难 这个事情不难做 一是连通的 一如果是连通的 我要证明一的臂包是连通的 这件事情不难的 我不去说它 好 下面我们怎么来造 下面叫你构造一个 第二个题目呢 举例说明连通的结合 不一定是道路连通的 也就是说你去造个例子 造出来它是道路连通的 但不是道路连通的 这里是怎么造呢 这样造 我来看这样做法 你造一个 在R2里头 造一个结合 1在R2里头 XY 这个点子在R2里头 这是R2里头 XY是怎么样一个结合呢 它满足这个条件 Y等于3 X分之1 这是一个曲线了 X在哪呢 X在Pi分之2到0里头 Pi分之2到0 这样一个 这是一段曲线 那一段曲线 当然是个结合了 在R2里头的结合 对吧 这是怎么样一段曲线呢 我们看一下 你看 看这条曲线 这是一条曲线 这是X轴 这是Y轴 对吧 那么 X在Pi分之2 这是Pi分之2 这是Pi分之1 对吧 Pi分之1 那么X等于Pi分之2的时候 X等于Pi分之2 这个就上于2分之Pi 所以等于1 对吧 等于1 X等于Pi分之1 就上于Pi等于0 这个曲线 然后呢 这个X啊 你看 我0靠的这个函数 就很复杂了 我0靠的时候 就变成这样一个函数了 你看 X我如果取 X我如果取 2Kπ 加上2分之Pi分之1 这个点 当K去无穷 当然去0的了 往0去了 那么 这个时候 它对应的3 函数值呢 就是3 这个它对应 是3 这是3 X分之1 当然就是3 2Kπ 加上2分之Pi了 这当然等于正义了 K是整整 整整整数啊 对吧 那么 如果当X去这个点呢 X一P等于 2Kπ 减去2分之Pi呢 那么 这个时候 3 X一P分之1 是等于负1了 3负的 这等于3负1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当X往0靠的时候 它这个是1 好 过来 这就变成0了 然后呢 这段曲线 不断地在0之间震动 X往0方向跑的时候 K取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是很靠近0了 那么这段曲线呢 正业负业 正业负业 这样震动了 无穷震动了 是这样一条曲线 对吧 大家看书上 我这个书上写了个解答了 大家看书上 在后头啊 翻到后头 389面 389面 我解释 389面这张图 就是这个图 389面这张图 就是这个图 我解释一下这个思路啊 细节我不去讲它了 就这条曲线 是这样一条曲线 对吧 那么好 作为这条曲线来说啊 它当然是个连通节了 1啊 当然是连通 1怎么是连通 因为它是道路连通啊 因为你这个点接 你随便取两点 这个结合你随便取两点 就这样取了 用点去取线 把它连接 那本身这条连接 就是把它连接了嘛 对不对 所以对这个结合1来说 它这个道路连通的 不 是连通的 这个1来说 是个连通节 而这个时候 它的B1包是什么 大家看看 这个时候 这个结合的B1包是什么呢 这个结合我刚才说 它是在这个附近啊 无穷的震动震动震动 这样一来 这上面每一个点啊 都是1的解线点 对吧 都是1的凝聚点 这个意思明白吗 因为你这个不断的 无穷的震动啊 K去无穷的 当然它永远不会等于0了 K1无穷 去跑的时候 它跟这个0越来越接越来越 但是呢 它这个曲线就是这样震动 因此呢 这种上的每一个点 都是它的凝聚点 但是它又不是曲线上的点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它的B1包啊 这个结合的B1包啊 除了它自己曲线以外 要加上这条 Y轴上的腹液到整液这样一段 变成这样一段了 如果根据这个题目呢 1是连通的 所以它的B1包是连通的 对吧 但是这个B1包呢 不是道路连通的 你找不到 因为它总是有空隙的 尽管它是无穷 跑当总是有一段空隙在里头了 对吧 这是在关我来讲 但你要证明呢 你要数学去论证呢 你要严格的去证明 那么证明我写在后头了 这个题目是给大家看的 不是叫大家做的 因为这个比较难做 就知道这样 你看你有兴趣的 你自己去看 就是知道这样的思路 它是道路连通 是真正一段曲线 把它连起来的 但这个结合是连通的 从我们连通的角度来说 可以把它分成两个结 等等 连通的 但是它不是道路连通 所以要构造这样的结合 并不是太容易的 就这个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 我讲一下 好吧 我们这一节就讲到这个地方 连通和道路连通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它这个构造这样的结合的思想 是这样一种思想 实际上最后 哪一个结合是道路连通 就是这个结合 一的臂包 一的臂包这个结合是连通的 但它不是道路连通 加上这一段以后 它不是道路连通 下面呢 我们关于结合的一些 知识准备就讲到这个地方 就前面讲了几段 就是开的 闭的 连通的 紧织的 这些后面都要用到 我们就讲到这 下面呢 我们开始讲到我们的 这个正题上来 要讲函数了 下面要讲多变量的函数了 下面我来讲一下 多变量函数的 阶线 我们还是这个程序 还是这样的 首先有函数阶线 有了函数阶线 才能定义连续 对吧 以后才能有导数啊 这些概念 这个做过去 但是现在是多变量的 它跟单变量 一些不同的地方啊 好 那么什么叫多变量函数 我们现在说一下 现在呢 假定D是RN当中的 一个点阶 现在假定D是RN当中 一个点阶啊 F呢 我们前面 影射的概念有过了 F呢 是定义是D 它到R的一个影射 也就是说 它的值是取在R里头 R是个数字线 R是个数字线 那么这样一个影射呢 我们就叫做 多变量的函数 对吧 什么意思呢 就这里每一个点 它的X 这个X 对应过去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 我们就叫FX 这个点对应一个数字 那么这就是这个函数了 就好像我们单变数 还说F 定义在区间AB上头 是AB到R的一个函数 那就这里头随便给一个X 这F什么意思啊 我对应的一个函数嘛 FX 数字嘛 这个数字嘛 这是一个 这个字变量是一个函数 这是一个 那现在呢 字变量就是一个N位空间的点了 对不对 N位空间点 那么它对应过去 对应在R上一个元素 那就是一个数了 所以这个函数呢 我们就称为多变量 N的变量 计划呢 计划呢 就称或者称U等于FX 就像以前我们在称Y等于FX的意思一样的 对吧 或者称U等于FX 或者呢你把X写成坐标的形式 因为X是等于XXN啊 所以我这个也可以称U等于FXXN 就这个N这叫N个变量的函数 这里XXN是N个字变量 你省一点钱呢 就写成这样FX 因为你们大家刚学了 所以我们书上写的时候 也写了黑体 特别打黑了 那一般的人家不写黑 就写了FX 就告诉你这个X在RN里头就完了 这就表着一个向量了 就这样一次 但你慢慢写光了 现在因为大家刚学了 我呢也写成这样一个向量的形式 就表着一个向量 一般以后你写光了 就是X所谓RNFX 那就是这个N个变量的函数 就完了 好 那么这个D呢就成为它的定义域 对吧 它的FD 这个D就成为它的定义域了 对吧 那么FD呢 就是它的直域 对吧 这跟以前一样的直域 那么这里这个定义域呢 并不是趋约的意思 这里就是一个通常 有定义的 定义结吧 定义的结 那趋约的意思要 因为这个D 不会被这个开结 不一定是个 不一定要定义在这个开结 随便两个点都可以了 对吧 所以呢 我讲趋约的时候 要有原来那个意思 原来就是连通开结才是趋约 这个名词不是随便用的 好 那么什么叫极限呢 那么这也是跟以前一样的定义就完了 因为我们单变量都学过 这就比较简单 我来说一下 说一下 这是多变量函数 好 我说F 首先D是RN当中一个点阶 F呢是定义在D上的一个函数 如果A是D的一个凝聚点 就这样写啊 D的一个凝聚点 对吧 那么也就表示D里头制造一个点阶子 A自己呢 我也不在D里头 凝聚点 我也不在这个点子里头了 它可以不在里头 也可以在里头 A是D这个凝聚点 那么什么叫Limit Fx x区域A的解线 等于L 这什么意思 对吧 现在我们是这个都是N位的点了 解线对 这是一个数 因为函数值是一个数了 下面我们来讲向量值的函数 应过去的这个向量 那就下面我们再来讲 现在我们还是讲普通的函数 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当x很靠近A的时候 它的函数值很靠近L了 就是这样了 所以我们原来的话 直接说 对比从大于0 我一定可以找到delta大于0 怎么样呢 当x 首先x要在D里头 对吧 因为x不在D里 这函数没有定义了 当x属于D 而且 x减去A 小于delta 但是呢 x不一定要等于A 就跟解线一样 我取解线的时候 我刚刚说了 这个A啊 未必是落在D里头 A可以在函数根本没有定义的 是吧 当x去A 但是不等于A的时候 它对有 fx 减去L 小于P 如果做到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说 f的解线就是L 在xA这一点的解线就是L 那么这两个设置呢 可以简单的写成了这样 x 所以 D 和 B delta A 但是这个A呢 是空心球 把这个A 球心去掉 所以啊 这 就这两句话 写成一句话 当x 所以D和 这个空心球的交的时候 它对应的函数 小于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 这个函数的 在A点的解线是L 所以呢 那跟前面一样 我们反复讲到 讨论函数解线的时候 这个函数可以在这一点没有定义 即使有定义 它的解线跟这个函数 在这一点的数字是没有关系的 只跟这个函数 在它周围的数字有关 解线的意思是这样的 跟连续不一样 对吧 好 下面我们看个例子 看例子 数量的例子 我们考虑两个变量的函数 那么这个时候函数就现在要比这个 单变量函数就现在要复杂得多 这个复杂得多 这样怎么样 我们一会再来说 我们习惯这样 我们两个变量的函数啊 我们习惯击成 U等于Fxy 两个变量 xy轴嘛 三个变量呢 我们习惯击成xyz 四个变量就 就没有什么习惯了 就一二三四嘛 那只能是这样了 对不对 但也有些xyzw 那也可以 这无所谓 这这个三个呢 因为x轴 y轴 z轴嘛 都选这样 好 下面我来看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U等于Fxy 两个变量的函数 它是x方 y方 x方 加上y方 这个函数呢 它在整个 整个R2 这两个变量 除去零这一点以外 它都是有定义的 对吧 这x的零零这一点 就没有定义了 这个没有定义了 那我来讨论一下 这个极限 xy 去圆点的极限 那么这个极限呢 可以这样写 这两种写法一样的 一种是这样写 这一点往圆点跑的极限了 就是原式的这个意思是这样 但也可以写成这样 Limit x去零 y去零 因为这个点去 它也就是 它x去零 y去零 也可以写成这样 算一下这个极限 那么 这个函数在这一点 没有定义 没有关系的 对吧 这是没有关系的 好 这个极限怎么算法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很简单 这样看 你去看一下 x方加y方的平方 这个当然等于x四方 加上y四方 这个平方 当然等于x四方 加上y四方 加上两倍x方 y方 对吧 这个总是废负的 所以一定大于等于 两倍x方 y方 所以呢 我把这x方 y方 哪一个过来处一下呢 就是x方 y方 哪一个过来处一下 处一下 处过来处一下 就小于等于 这个2处过去 这个总对了 这不是两个平方吗 平方哪一个过来处 那就变成x平方 2再处过去 所以这个小于在这 所以这个呢 小于等于这个东西 x方 y方 这个总小于等于这个东西 所以呢 现在你要讨论这个函数 接线的时候呢 这个函数值啊 这个函数啊 fxy 等于x方 y方 x方 加y方 这个总是大于等于零的 平方平方 大于等于 而同时呢 小于等于 1 2分之1 x方 加上y方 对吧 小于等于这个 那么 如果 因为我现在这个xy y极成坐标了 我这个点呢 我极成p吧 p极成xy 这个两个坐标 这一点叫做p嘛 以前其实写成x 写成x 那么现在x用它用了 写成p这样 那么写成这样的话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那这个就是2分之1 p的范数平方了 对吧 p是 这个点 那么它的范数的平方 就是x方加y方 所以 我现在要它小于y的话 那么我只要这个p呢 p就是 也就是 我因为去远点了 我算的是解线 去这一点了 所以p也就是 远点了 这个p 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对吧 我只要p小于2倍 1分之1 再开根 小于2倍 1分之1 开根 我就把它叫做delta 把它叫做delta 不是对1分之1 我找一个delta 对吧 1分之1给了 我取delta 就是它 等于两个 那么 当p小于这个delta的时候 那么它就小于1分之1 p小于这个delta 那么 就是这个平方一下 再除过去 就小于1分之1 也就是说 对这个函数来说 对于1分之1 大于0 我总可以找到delta delta 对于更好21分之1 对吧 那么当p小于delta的时候 它对应的函数字 fp减去0 我没有减 就是这个东西 这是数字 这不是像的 减去0 小于什么 对吧 也就是说 它的极限就是0 也就是这个东西的极限 是存在的 这个极限存在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最后结论就是 这个函数的极限 是有的 这个东西 x方 加y方 x去0 y去0 这个极限是0 那么我刚才这个做法呢 就用y分之1 那么你实际上 你做的时候 做到这儿就可以了 实际上你做皮 做链血 做到这儿 好 你说因为x去0 y去0 这个去0 这个当然去0了 那么这个就去0了 这么大于对0 这小于去0 那么这个就去0 x去0 y去0 所以这个就行 我刚才呢 要说一下y分之1 的意思 所以这样 那么这个大家都 以前学过这个都容易了 好 当你说过变的样子 这个就不对了 下面我来举另外两个例子 我来说一下 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例子 大家看 刚才这个例子 有这几例子 我下面还用 我把它写在这 刚才这个例子说 limit x方 y方 x方 加y方 x去0 y去0 这个解析是存在的 现在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解析 limit 上面是xy 不是x方 y方 是xy 下面是x方 加y方 x去0 y去0 看看这个解析 等于多少 那么一样的 这个函数呢 也是 除了原点以外 都有定义的吧 原点没有定义了 那么你讨论解析是 可以讨论的了 好 那么我们这个解析就不存在了 这个不存在 你怎么看呢 你这样来看 以前呢 我们讨论 函数解析的时候 我们说 比如说 这个fx x去A这一点 解析有没有 我们有所谓 左右解析的看法 往那去 叫左解析 往这过来 叫做右解析 那么左解析跟右解析存在 而且相等 那么这个解析就存在了 对吧 这就是两个方向就行了 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我是平面上 那空间更不说了 平面上 我要考虑这一点去原点 去原点是怎么说的 就是找到了delta 使得当点在这个范围里头 小球嘛 对吧 这是在平面上 这个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小圆盘了 当这个x在这个范围里头 它对应的喊住在跟L要小一笔 差值差小一笔 对吧 在这个里头的方向就很多了 你这儿过来也行 这儿过来也行 这儿过来也行 四面八方都可以往这个远点方向跑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从来左右解析的问题了 它的方向无穷多个方向 那么你说你这个直线走过来 比如解析多一样了 大家解析多是三 那是不是解析多就三了 还不行 它可以弯着过来啊 那它不一定就三了了 对不对 那么一会我们就举这样的 你确实是这样的 它直的多行 弯着就不行了 那这个也不行了 它所有的 因为这里头 没有什么哪一条线 在这个球里头的所有的点 跟韩主做小一笔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讨论这一点解析不存在 倒反而很容易 怎么呢 比如说你去这条路过来 解析多三 这条过来解析多四 好了 那就解析不存在了 所以要解析多 要解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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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这个小范围里 所有的韩主动物和L字 都要解析多一笔 才对 对不对 好 那么像这个理智 我们就来看 确实是这样的 我现在看 我现在让Y 这是原点了 这儿过来 往这个 在Y 左上往这儿跑 我说说在X 左上往这儿跑 在X 左上往这儿跑 这Y 就通通是0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函数 F XY XY X方 加Y方 这个点 去什么点呢 F XY Y 这个点往这儿过来 往这儿过来 就对应的Y 都是0吧 所以这个时候 F X Y 都是0 那这个自然就是 Y都是0 那自然就是0了 就这个函数在这个数字上 数字都是0了 那么这些当然是0了 对吧 这些当然是0了 这个当然没问题 那如果你这儿走呢 这儿过来呢 这条什么线呢 这条分角线 分角线就是Y等于X了 对吧 这也可以过来了 这过来的是怎么样 你看 F X Y等于X Y 就在这条线上 这个点往远点跑 Y等于X Y等于X 这就是X平方 对不对 Y等于X 这个是Y等于X X平方 X平方 两个X平方 这一处等于多少呢 等二分之一 也就这个函数 在这条线上 统统是二分之一 那 我这儿把极限到 还是二分之一了 这个过来极限是0 这个过来极限二分之一 那极限就不存在了 你找两条线就够了 就说明 这个函数极限是不存在的 这几线不存在 就完了 对不对 因为 你这个 就这个里头充分小的点 它的 都是跟二分之一 差的Y 不是跟0 那你在小半碗里 绝对找不到这样的 没有的 那有没有 我刚才说的 所有指线都行 弯了走就不行了 下面一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就是这样 数上第三个例子 就是这个例子 数上第三个例子 大家看 第三个例子 就是92面 第三个例子 这个讲函数据 我主要跟大家讲这样一些 跟单变量的差别 这个概念建立起来 还是考虑这样 还是Fxy 还是两个变量就行了 x方y x四方 加上y平方 这个函数也是这样了 就在原点没有定义了 其他都有定义的 对吧 除了原点以外 都是有定义的了 我也来讨论 xy去0的时候 极限 我讨论这个极限 fxy x去0 y去0 那么我说 这个函数啊 确实 在这一点 你沿着所有的直线过来 它几线都是0 沿着这个直线 随便你拿一条线过来 因为这些直线 你统一表达成y等kx 就是了 对吧 统一表达成y等kx好了 k是固定那个数 那么k等于1 就是在分角线 k等于0 就是这个 x等于0 当然不是这个情况了 你沿着这个线过来 kx过来 你看看是什么东西 y等于kx的话 那么这个是fxy等于kx 你看这个还是 在这些数字就是什么 kx 就是kx三方 对吧 x四方 加上k平方x平方 所以把x平方消去 就等于kx 就等于kx x消去平方 x平方 然后这个就加上k平方 你看k等于0的时候 它自然是0了 就没有了k等于0了 k不是0的时候 那么因为你往原点跑 我们x都要去0的了 你往这个方向跑 x都要去0了 所以x去0的时候 这k不是0 x去0的时候 这也去0 有点也去0 所以说明了 这个函数啊 你沿着所有的直线 把极限都是0 那么是不是就这样 就是好 它极限就是0了 不行 我沿着这个抛物线走 y等于x方 它就不行 你看啊 这就是抛物线了 这样弯的 它也可以走到原地去了 y等于x方 这样过来 这样过来 你看看什么东西啊 f x y等于x方 y等于x方 就是x四方 对吧 y等于x方 x四方 y等于x方 x四方 等于多少 二分之一 就 在这条抛物线上 这个函数值啊 等于二分之一 你这样过来的话 它极限是二分之一 你尽管值得跑 多时0 但这个过来是二分之一 所以极限还是不存在 对吧 所以呢 我现在建立一个概念 这样 就是你考虑多变量 极限的时候 就比较复杂 不是 当然你说 那这个怎么办呢 那么 但也不是这样 我也会举些例子 也是很容易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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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